那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马斯克 这我们节目里的常客 那最近呢 我今天我要讲的不是电动车 而是它的太空产业的计划 叫星链 它有两个太空产业 一个是发射火箭 它上太空这个叫SpaceX 这边有提到 另外一个是星链是什么 就在太空呢 发射这个太空站 这个将来的话 作为卫星通讯 它总共要打这个14000个 这个低轨的这个卫星上去 那这个StarLink 就是目前呢 就是已经卖出了10万组 就是说它有10万的这个用户 在全球各地 透过太空来收接这个通讯 那我们看到这个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话是在可以偏远的地方 这个服务 所以一次的话 消费者你必须要花 499元美元 你买一个这个终端机 那每个月的话 缴99美元的一个连线费用 你可能觉得说 哇这个不便宜 但是你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你可以在南极 你可以在沙哈拉沙漠 你也能够收得到信号 那我的这个观察呢 这个就是6G时代的来临 那主要的是低轨卫星 那对于台湾来讲 有非常大的商机 大家可能记得 在1994年左右的时候 摩托罗拉当时有一个一计划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它当时呢太早 它大概打了30个 这个这个卫星上去 那当时谁要用这个一计划 所以后来这个惨败 那现在的这个时候来临了 那美国也是希望借由6G 来追赶上中国大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